跳港四季,後風高, 淚油海產,生意雅煌, 海風清浪,銀灘亮, 門街未成,淫你爽, 畫面中唱鹹水歌的是廣西北海龜橋老人沈洪杰,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,大批龜難橋從越南飘洋到北海, 其中有七千多名難橋漁民在當地得到安置, 成立了北海華僑漁業公社,後更名為橋港鎮, 讓橋民可靠海而居,並配備了安置樓、 學校、醫院等基礎設施。 雖如此,但也有部分龜橋漁民延續著淡家生活特性, 以船為家。 《鹹水歌》即是淡家的歌曲, 反映了淡家漁民的勞動生活、思想感情等。 沈洪杰從越南回國後, 曾在橋港的小學任教90年代初開始接觸《鹹水歌》, 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,橋港發展迅速, 龜橋的生活條件變得越來越好。 但沈洪杰發現, 人們口中傳唱的《鹹水歌》仍是描述過去部分淡家人不能溫飽, 沒有房子,不能上岸的窮苦生活。 沈洪杰便想把他身邊的故事融入到《鹹水歌》中。 那我們這邊橋港呢, 剛剛見起來呢, 那個淡家文化也同樣受到重視。 劇院裡面經常也有我們的歌手上去唱歌, 他們只會唱一些比較淒涼的淡家以前的生活的歌, 是反映他們以前那種吃不飽,穿不暖,不能上岸, 沒有房子住,不能上學,這些生活。 現在想唱一些感謝黨,感謝祖國人民的歌。 三十餘年間,沈洪杰創作《鹹水歌》近兩百首, 內容涉及社會進步、法治環境、僑民生活等各方面。 這些《鹹水歌》記錄下了北海橋港的發展與變遷, 以及歸橋生活的變化。 橋港在這幾十年裡面的變化實際上是非常非常大。 我們當初唱的是感謝祖國,感謝黨, 又給房子,又給糧,又給貸款造新船, 造新船那是木船。 到現在我們唱的是淡家住上新樓房, 舊船變成了大鐵船,幾百噸的大鐵船了。 沈洪杰現已退休,他驕傲地對記者介紹, 自己的內孫與大外孫已考入中學,學習成績優異。 五歲的小孫剛剛獲得全國兒童繪畫比賽一等獎, 自己閒暇時會到橋港文體公園, 向老朋友打球練歌,或到小學兼課, 向同學們講授具有淡家特色的鹹水歌。 好幸運,一回到祖國就剛好搭上改革開放的快船。 所以你們的老年生活都放在歌裡過。 經常在橋港鎮跟那些群朋友打乒乓球啊, 下象棋啊,唱唱歌啊。 有時候也去九小, 華僑小學,第九小學, 兩個鹹水歌基地,傳承基地, 和北海老年大學, 餸餸,小卷, 好飽哦。 哈哈哈哈。 好飽哦。 好飽。